今天邀請來銀河證券業務發展董事羅尚佩 早安,Yu Jin 是呀,早安 今天你跟我們談戶883中海油價 談到石油股,其實很自然都會看油價 見到近期國際油價攀升 是否都是你看好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的,有一個原因,油價上升至60-60%的位置 當然,油價的走勢最大的敵人就是特朗普 可是特朗普最近沒有太多說過油價 因為每次他提及油價都會倒閉 他沒有太多說,好像美國那邊都被油價升 所以我想油價暫時的看法都是正現的 雖然他的位置可能會橫向 但見到883其實股價就下後了油價少少 所以可以追一追這方面的落後 再加上另一個原因就是近期大家知道中國經濟數字也好 美國經濟數字也好 尤其是中國PMI的數字上升到50.5 證明了工業生產的量是正在增加的 所以這方面傳球經濟說好轉回 對油價甚至油股都有些正面的作用 這方面我想未完全全在中海油的股價裡面反映了 所以如果看到企業最近又破了位 有些什麼因素可以追下落後的話 中海油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另外公司也都最近計劃擴展液化天然氣的接收站 其實看回液化天然氣的業務 中海油都佔了中國內地的市場 差不多有超過一半的市佔率 長遠而言它發展液化天然氣業務 又會對它的股價方面或者盈利能力方面有些什麼影響 暫時來說對它的盈利能力 就未至於太大的影響 因為始終液化天然氣在中國來說 未算是主流的一個能源供應 但是隨著中美貿易戰其實其中一項在說 中國要輸入多些在美國的液化天然氣 所以這方面我想會陸續續增加它的投資量 但是盈利方面始終中海油都是靠沫海油田的油田拿回來 所以液化天然氣會是一些新的增長動力 但是那個增長動力什麼時候會浮現出來呢 或者是可以逐步取代它石油那樣東西 就未那麼快可以做到這件事 所以暫時它的估值來說 都是在說石油為主的 好 如果投資者要部署中海油的話 買入價、目標價和止涉價應該放在哪裏 我想就等到14.7這些位置 就是上個禮拜的收市 就會相對比較安全些 第一個關口當然是15元 因為15元近幾次都頂住 頂得很厲害 如果我想會追回落後的話 站在15元就將目標價放在16元那裏 那個止涉價就放在14.2 好 最後問Eugène有沒有拿著剛才所說的股份 沒有的 謝謝Eugène詳細的分析 再提醒大家 剛才嘉賓所說的指日她的個人意見 並不夠成任何的投資建議或者推介 在做相關的投資之前都應該留意收險